好這一節我們來關心全球新能源汽車的崛起 第三大品牌是誰 理想 中國大陸的理想 來看到2023年理想汽車的財報淨利潤 達到人民幣的部分是118億元 營收的部分也相當的不錯 1000多1238億元左右 那麼和這個前一年來做相比 我們來看到的是 它的這個虧損 本來是人民幣大約是20.3億 是已經正式的轉虧為盈了 現在他成為繼特斯拉還有比亞迪之後的 全球第三家賺錢的新能源汽車企業了 也一口氣填平了本來在前五年所累積的一個虧損的一個幅度 好我們來看到理想汽車的CEO 他是他表示 他是理想的表示他怎麼說 我們來看到 理想汽車的這個CEO也叫理想 好他在2024年的時候 將會來挑戰80萬輛的一個交付量 還有10萬輛的一個月交付量 要來實現中國市場豪華汽車品牌的銷量的第一目標 我們來回顧理想在2023年的時候 今年的全年的部分是交付了大約37萬6千多輛的汽車 也較同期增加幅度甚至超過了100% 這當中賣最好的銷量保證有三台 包括了SUV L7 L8還有L9車款 另外來關注的是以全球電動車來說 現在包括了特斯拉比亞迪跟理想這三家電動車 在20萬元以上新能源車的銷售總和 更是正式超越了其他品牌總和 包括了現在大家在談的比特里頭部 正式的成軍了嗎 也正式的成型了嗎 請教博士你怎麼看 這個過去本來叫做魏小禮 現在變成比特里這三個品牌 他們是如何完成超車的 就我們的學術上面來看 第一個是說理想它能夠起來 大概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它鎖定的客群 客群 對 就是過去一年還在講未來 可是今年就變理想 那最主要他們兩個鎖定的客群是不一樣的 未來它鎖定的客群是城市中的精英 那可是這一波經濟下滑 他們最主要是中災區 可是理想它鎖定的是潛在上來的精英 所以應該說新中產階級 在這一波經濟不好中相對提升的 那特徵是什麼 它不重視它的操控性 在重視它的實用 第二個它賣是賣家庭 不是賣那種單身貴族 所以這一波起來是因為這群人 大量的去買理想的車子 這最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有推到大環境來講 中國大陸現在它在推整個新能源汽車 台灣叫電動車 那他們因為汽車很多 所以他們都有限制 所以他們的不是每輛你要去買車都買得到 都有要去申請那個牌照 所以這種牌照在燃油車的話 它是有限制的 可是電動車它是沒有限制牌照的 所以在這一波裡面 中國大陸市場仍然會持續 那種從燃油車換成電動車 就是他們政策補貼 所以在未來的話 他們的比亞迪或者是理想 當然會持續上來 它在政策上有中國大陸的幫助 那在客群上面又鎖定得很好 博士你怎麼看 如果是以技術上來講 它有做對什麼嗎 技術上面這個就比較 那個在問那個專業工研院他們 是 如果就我們來講 我們大概估了一下 它大概這幾年都是只專做一樣產品 就是休旅車 然後特定的型號 而不會天理善化的去急劇的擴充 這大概是它最主要 這一波能夠起來 不過整個附帶一提說 那前景到底好不好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些堪憂 比如說現在外部 美國都已經說要針對它的電動車 或者歐洲也是針對電動車的調查 內部的話天氣的關係 導致的發電不足或是火災 所以整個電動車市場可能會 也會有一些調整 激起中國大陸內部 是 國晨博士幫我們提到了一些 他的可能會有隱憂 我繼續請教葉仲老師 你怎麼看 它確實有喊到2024年 它的交付量要達到80萬輛的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成績 但是現在要再上修它的交付量 有沒有可能 接下來可能會面對哪些條件 是 我想當然它表現的好的部分 我同意剛才這個國晨兄的看法 但是我想這裡面 可能除了這些因素之外 另外還有一些法規面的這個變化 比如說歐盟它也提到了 它提議要在2035年的時候 禁止使用傳統引擎的這個汽車 美國的政策也是朝向電動車方向前進 我想這個不單單是中國大陸內部 這個是全球性的 大概大家都覺得 好像應該要發展電動車 但是在中國大陸內部的一個狀況來講 除了國晨兄剛才提到的就是在牌照申請上面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中國大陸政府 其實是對於電動車產業的發展 它是有財政上面的補貼 這個補貼我們預期就是過去都是比較高的 但是它會逐漸降低 逐漸降低的情況之下 對於各個廠商來說 它的獲利是不是還可以這麼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內需的狀況 就是經濟下行 然後或者是剛才國晨兄也提到的 這個不同的客群它不同的需求 然後後續有沒有可能影響到中國大陸內部不同的廠商 開始進行整併 那我覺得或許這個也可以納入我們後續觀察的重點 那另外當然一個挑戰就是電力供應跟充電站的設置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中國大陸方面 當然它是由國家級的這個角度來看 應該是比較能夠因應 不過在外部挑戰上面 我覺得他們中國大陸的這個產業 可能在外銷上 後續他們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看到了汽車製造產業 它其實是歐洲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那但是在佔歐洲的製造業 汽車這個產業佔歐洲製造業就到了10% 這個比例是滿高的 那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崛起 會使得歐洲方面在這個部分它的獲利會降低 對 那降低之後呢 歐洲其實現在法國跟德國就有不同的提議 在法國方面呢 他們就希望要能夠對中國大陸的車子要提高關稅壁壘 那德國方面呢 最主要是因為它在中國大陸有很多合作的關係 所以他們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發生 可是呢 同樣的在美國實際上也提到了這個關稅 甚至也有一些人說 就是要用這個所謂的碳關稅 那大家就會說碳關稅 這個是節能車怎麼會有碳關稅 因為它注意的是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它所產生的這個碳 那它提到說這個要被apply在這個中國的汽車上 所以我想這後面 或許是中國大陸在這個產業發展上面 我們當然知道它前景很好 前景可期 可是同樣的 它可能也必須要想出一些不同的方法 來緩解這些衝擊 是 同一個問題繼續請教委員 它如果要坐穩全球能源車的第三大的寶座 要如何來維持 你去看這個福特也好 通用也好 他們有很多要電動車的擴充和計畫都停下來 或是削減這樣一個目標 剛剛副委員長講的 就是這裡面有涉及到 譬如說你的充電站夠不夠 因為充電站最主的應該還是中國大陸了 其他的很多國家其實不夠 譬如說我看一下一個資料大概講到說 全美國到去年年底只有三萬五千座充電站 美國這樣子的大 三萬五千座 很多地方城鎮你是根本就沒有了 所以你也不敢遠行 你跑遠一點 如果沒有充電站 你這個車就飛掉了 那你怎麼辦呢 還有就是畢竟電池的效能還沒有達到 讓人家滿意的這樣一個階段了 所以不要講別的地方 你像台灣很多人不願意買電動車 它就是電池 所以只要充電這很麻煩 我用油 或是油電不是好多了這樣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大陸自己本身削價以求 所以你真正的最強硬的敵人還是在內部 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 聽說有將近20家的廠 關了關 有的財務也陷入了危機 這些陷入危機 有些只是還沒有 但是也接近危機 他已經加緊的要銷售 把他庫存的這些汽車趕快賣出去 減少他財務上的壓力 那你怎麼辦 那你其他的車廠 像比亞迪他已經賺了很多錢了 他比較可以撐得下去 那理想有沒有辦法這樣撐 因為你必須是老三 而且你這個老三跟老大跟老二之間實力還 尤其是財力差距還滿大的 所以我是認為電動車整個全世界 看這個趨勢來講是緩慢下來了 這緩慢的現象不會只有在美國 在歐洲 在中國大陸一樣 都慢慢都緩慢下來 所以這個真正的考驗 我如果對電動車來講 才真正的開始 是 好 挑戰才真的開始 剛剛委員幫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電動車在全球都在緩慢 我們來看到現在本來是說 這個蘋果他已經在電動車領域方面 努力了十多年了 他本來有一個專案叫做泰坦的計畫 現在他是決定說要專注在生成士AI了 那他們在蘋果的營運場 在公布這項計畫的時候 震驚了他們的2000多名專案的人員 所以影響的部分也非常的大 好 我想請教博士怎麼看 他現在說要放棄電動車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是又要轉關注在生成士AI 是看到了更大的市場潛力嗎 我覺得應該是延續電動車 這個過去就是說電動車比較環保 可是你最近可以看到網路上很多新聞說 其實電池是最不環保的 那後續的電池 所以不只是它最主要的 訴諸的道德的制高點環保都出問題了 那剛才紀委老師有提到 電池尤其北方冬天那個續航力的問題 那你到熱帶火災的問題 所以這一方面它有很大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說 甚至還有人已經看到下一個 輕了直接水發 對 直接水發動 那更沒有問題了 就直接跳過電池 那另外一個回到AI的話 其實如果各位觀眾有看到最近新聞 尤其中國大陸關注的話 那個OpenAI到SOLAR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很非常的錯愕 它引以為傲 它覺得它跟美國最好 可以較勁的就是AI 可是突然 美國發佈了OpenAI跟SOLAR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沒有停在那邊 沒有這種生成士的 自動的那個影片的產生 所以他們當然現在可以看到說 他們中央 央企也說我要投資更多的錢 在這種OpenAI 甚至AI上面 所以我覺得我不是Apple執行長 可是如果從業界的法則來講 我們從太陽能面板到電視的一金螢幕 可以看到中國大陸沒有什麼 就是好的商資 所以中國大陸的OpenAI還沒起來 所以可能對於Apple來講 那一塊還是有一個值得開發的處女幣 是OpenAI還有這個AI的部分 是未來非常有市場潛力的 不過我們也要繼續來關注說 原本一直在發展中的新興產業 這個電動車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尤其近幾個月成長 確實是明顯趨緩 來看到先是特斯拉說 在1月的時候警告說 這需求疲軟 利率攀高 競爭家具等等 那2024年他說銷售還會成長在趨緩 另外是老品牌福特通用 最近也宣布了要暫緩擴充電動車 再來亞馬遜的投資的皮卡車也說 這一家新創公司在近期宣布 裁員10%的人力 好 葉忠老師怎麼看 電動車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讓他現在需求疲軟 是 我想我們大概可以從2023年的狀況 來做一個觀察 在2023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 歐洲跟美國 是全球電動車市場主要的消費者 在銷售量這三個地區 它佔全球比重已經超過九成 中國大陸當然是最多的 然後再來是歐洲地區 歐洲地區大家會很好奇說 這個何以如此 其實有一個重要的關鍵 是因為烏爾戰爭 在歐洲地區大部分的民眾 覺得相對是比較和緩 所以他們更願意消費 在美國地區主要是因為 Tesla在德州 它有新的廠 然後增加了產能 可以更早的更多的更方便交車 所以刺激民眾購買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不過同樣的我們也注意到 在這個數字的背後 另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還是有一些國家 它現在的需求正在增長 這裡面包括像澳洲 印度 泰國 土耳其等等 就是發展中國家的部分 但是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先進國家 因為它的燃油車的市售比 已經降到60%到70% 這裡面包括了歐洲 包括了中國大陸跟日本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會發現 好像大家的需求 大概到了一個瓶頸 另外一個就是 即便我們剛才提到 印度是一個潛在市場 可是印度的習慣 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樣 它可能是要二輪車或三輪車 可能會比較受歡迎 那我想這些都影響大家的 一個對於景氣的一個看法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正在環球發展現場